早上烹飾 hellohello 大家好 又可以介紹迷衣食的時候 今天去了哪裡 今天去了大角嘴 剛好我坐在三十一邊 走到這邊 看了點東西 現在走回馬路 去吃什麼 雄星牛雜 越南河 我記得有個網友告訴我這裏蠻好吃的 當然 我真的不知道名字 因為網友沒有說 我也是估計的 現在 我估計就是這間店 我先去試試 我看到好像有很多人 我都想不到這段時間有這麼多人 當然這些小店當然是人多 因為都不會坐得多人 我們都先去馬路 剛才坐車在這裏下 我那邊方便 大家都可以選擇地鐵又可以 巴士又可以 或者看看有什麼巴士來到這裏也可以 我都不說了 因為其實看我對面就已經是了 我現在等我先去馬路 過去坐下再和大家慢慢聊 剛剛我就去完兩夜一夜 八餐美式之旅 嘩 真是吃到 很開心 亦都玩得很開心 兩天的行程十分之豐富 接下來就會出片 這片亦都已經剪好了 應該我拍這條片的時候 已經是出了上集 接下來就會出下集 那好吧 這裏也不再多說了 就是這裏 雲星 牛閘 越南河 進去坐下再說 也有些人 就是含著 好了,進來坐下了 這個雲星牛雜其實裡面有很多食物 款式也有很多 有飲品、梅菜扣肉、飯等等 也有崩山牛腩 我們看看食物是甚麼食物 我再跟大家慢慢談 進來也有點餓了,四點了 等東西來到再跟大家慢慢談 首先一開始談談這款崩山牛腩 說真的,我忘記拿腳架 自從昨天去完大陸之後 腳架放下了 所以我今天就嘗試用DJI來拍片 看看效果如何 這個崩山牛腩不錯 價錢只是40元 拌麵也是50元 這個麵是爽身的 牛腩大家看到一開始的照片 很多很多舊 也有這個腩衣位 你看看這裡 很爽、很棒 有些人會覺得感覺有點肥 但我覺得就不肥 而且它的腩汁也欺負到好處 不是很濃的那一種 當然跟別人說很棒 腩汁很濃味的那一種 完全比不上 但這個麵底最棒 就是我喜歡吃的爽麵 而且它也帶了一條唐生菜 這碗40元已經很超值了 為甚麼 因為第一件事 說真的 它給這樣的質素牛腩 你說是新鮮腩 未必啦 雪藏腩都已經很超值了 而且它沒有雪味 我覺得這個挺低的 而且挺好吃的 這碗是沙薑雞 我要了河粉 說明是月色河粉 餐牌上也做了一隻紅辣椒 價錢40元 拿到上桌的時候 好像曾相吃 好像大角咀另外一間試過的越南湯河 那次我在有口福那裡試的 份量都差無幾 不過有口福那間碗就大碗一些 湯底一樣是這麼多 這麼熱 還有那種辣味 還有調校的味道都一模一樣 雞方面它最少有超過6塊以上 不過我大部分都是雞胸來的 雞背就有少許 最滿意就是它加了一片檸檬 一條唐山菜 很多蔥粒之外 還加了很多洋蔥 咬起來洋蔥味很突出 河粉因為夠熱的關係 還有湯底調校得挺好吃 就相當吸引 辣度都挺厲害的 其實一喝下去第一口 就感覺到至天椒的味道 而雞方面 因為我想選擇白切雞 但是它說只有沙薑雞 我也沒所謂的 那些雞很入味 而且吃下去 因為雞胸的關係 就比較粗口 雞背我就未試 不過看下去也不算太滑 那雞皮就比較薄 但是起碼吃下去 它就不是很軟 很泡 很霉 那種雞肉 其實咬下去也有點照顧 河粉方面都是採用水河 它是幼身 比較薄比較滑 不易糰 有米漿味 算是好吃的了 那整體上 40元一碗 月式的沙薑雞殼 都算是OK 過得去 不錯 這個叫米子春卷 價錢20元 一碟有4條 但是你看到 一開場開啟的時候 它是有5條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不是米子 這是米網春卷 再加上這個米網春卷 我不再多說了 為什麼 現成買回來的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現成買回來的一包是怎樣的 很多條 就這樣拿出來 放在室溫中 溶一會 因為如果超級冷的時候 炸的話 心很難透 有時候面頭都黑了 都還未熟 如果是 拿出來 坦坦再炸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 我都掉下去 立刻碎出來 唯一這條最欣賞是什麼呢 它有一包叫金吉油 類似吉仔汁 挺有趣的 這個甜甜的 它就不是加酸醋來點的 越南多數是加酸醋的 它就不是 這個 一般我不可以說好不好吃 20元來說 它又不是收得貴 但是就比較普通一點 這碟是白灼蝦 一碟有6隻 價錢35元 其實還沒拿上台之前 我就在想像中了 會不會好像冰室小菜館那間 大概給了半斤白灼蝦 35元的價錢 你說便宜 它也不是便宜 你說貴 它也不算貴 但是拿到上台的時候 大失所望 因為只有6隻這麼多 重要的顏色 你一知道就已經不是新鮮蝦 是雪藏蝦 就算你白灼的效果多麼好 它吃下去 都是抽乾了水分 還有 可能會有雪味 果然沒有給我猜錯 真的很有雪味 還有肉不是彈牙的 是結實得來 是乾真真 吃起來 只吃到雪味 鮮味就不太突出 桌面也有豉油 給了一個碟 你可以自己添加下去 用來碟蝦用的 其實只有6隻 這樣的款式 雖然大小比較可觀 因為它超過大概2.5元 但是吃下去就沒有鮮味 這個小食我就勸大家不要點了 整體上如果這碟蝦的份量 比5元一隻更貴 真的不太划算 所以千萬千萬點點小食 不過它有很多款小食 我們叫它都說沒有 例如炸腰果或蝦棗 它都是沒有 好 接著說說這兩杯凍飲 一杯凍檸茶 一杯凍奶茶小貼 因為這間餐要價8元 餡茶其實有些飲料是送的 不過要綠色的 即是水餃、雲吞、魚蛋、牛丸 這兩杯飲料 我首先說凍檸茶 凍檸茶來說 味道不錯 茶底也混合得很好 檸檬也有三片 認真不錯 冰當然也放太久了 溶光了 但仍然夠冷 這杯飲料 就算冰溶光得好 也不說淡得很厲害 所以認真不錯 至於個杯凍奶茶小甜 就由老婆說說 凍奶茶小甜 冰也比得夠多 小甜的效果做得不錯 但茶底略嫌淡一點 加了奶之後 也沒有幫助到茶底 好味多一點 為什麼? 因為茶底本身有少少少 粗口粗膩 喝下去就純粹覺得比較冰涼 和甜度適中 但並不是享受一杯凍奶茶小甜 應有的茶底味 所以這杯凍奶茶小甜就一般般 我提議大家喝冰涼茶 或者冰涼水就好一點了 好了來到美人招鏡 剛剛兩杯東西介紹完 這些不讓你看 這些是骨 然後就說最後總色評 你看這杯是乳泰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間黃星牛雜的地方比較小 它的位置也不算太多 食物質素有些好有些不好 麵來說 我那碗崩沙牛腩麵真的很棒 第一麵夠爽身 牛腩也不差 我覺得不錯 野飲來說也能說水準之上 其餘的小食就一般般 例如蝦、春卷 這些我就覺得很一般 另外那碗食物 我不知道老婆會怎樣評價 但我的推介就是牛腩和那杯檸茶 都是好喝和很划算 說真的 40元碗麵再加8元飲品 也不用50元已經可以買單 挺好吃 不錯 這裡冷氣也足夠 風扇也打散了 很涼爽 不熟悉或很熱 地方比較舊一點 因為始終已經很久了 它都沒有再裝修 這些不是大問題 最重要是整齊 站立就行了 其餘的事讓老婆說說 未來之前在OpenRice 就看到那些設計很吸引 那些可憤和麵都不錯 來到之後 是覺得煮食非常出色 份量也夠多 你問我是不是跟我剛才介紹 之前戴國咀介紹的那間 有口福一模一樣 湯底就差不多 不過那個可憤的份量 輕輕略少了一點 但是我剛才一看見 凍飲的杯 魚泰 我就想一下 魚泰我都吃過月式牛肉湯 河 湯底真的有點類似 雖然我不是吃雞 那次是吃牛肉 都十分之不錯 那真的我見到幾台 吃完粉 麵全部都讚好不絕 尤其是牛那方面 不論是吃牛腩 牛雜 牛腸 牛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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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筋之類 大部分人都稱讚 至於飲品方面 老公的杯 就出色過我的杯很多很多 剛才我都提議過 大家來到 就不妨點凍檸水 或者凍檸茶 熱檸水 或者熱檸茶 我相信都是好喝的 至於加了奶的茶底 我就不敢肯定 是不是一定 好像我的杯 一般的 另外 小食方面 剛好我們點的兩樣 就不是我杯茶 希望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愛的小食 至於今天的份量 應該我們兩個都不夠飽 待會出去看看 還有沒有好的食肆 在這裡填飽的肚子 另外 這裡的桌子比較狹窄 位置比較小 因為本身店舖的位置 都比較沒有那麼寬敞 但是風扇和冷氣就很充足 整體上都算是不錯 街坊小店來說 也有很多人進來光顧 因為它的定價不算太高 也是很貼地 如果真的來吃煮 真的會很滿足 我今天暫時來說 就不夠飽 不過一會兒看看 還有沒有好東西吃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這裡的杯是魚泰牛雜 它與魚泰有什麼關聯 我完全不知道 其實是否大家兄弟 正怎樣 真的完全不知道 只有一些 可能買了一些貨回來 拿來用 大家如果知道 可以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看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密切留意下 我們下一間找哪間食肆介紹給你 拜拜 拜拜 homicide 嗨 痴 疼 痶 痴 痺 痰 痴 痰 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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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